感恩节怎么吃?今年哪里可以订购外卖的感恩节晚餐呢? 感恩节在家做饭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辛苦的任务 如果不适合很多人一起庆祝的话,订购外卖的感恩节晚餐可能是不错的选择 在2021年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显示,美国人平均花费391.6美元来准备感恩节晚餐 下面有几个订购感恩节晚餐外卖的地方可供大家选择 全食超市 想让您的家人和朋友印象深刻而又不那么麻烦吗? 全食超市提供完整的感恩节菜单 菜单上有火鸡和土豆泥等经典的菜品 还有通心粉和乳酪以及芽菜等特色菜品 大多数食物都是一先煮好的 只需要在食用前进行一些溢热就可以享用了 大力水手炸鸡 今年人们最喜欢的东西又回来了 大力水手的路易斯安娜风味火鸡 从10月18日开始,顾客就可以订购火鸡了 并将其送至家门口 大力水手的著名火鸡是用独特的路易斯安娜粥风格的混合调味料腌制 经过慢烤,然后飞快地炸一下,酥脆又美味 波士顿市场 今年,让波士顿市场把快乐放在你的餐桌上 提供自助式或单独拼盘式的感恩节大餐 可以在网上订购高级餐,包括三种配菜 每人15.49美元 或者豪华餐,包括两种配菜 每人13.99美元 主食包括火鸡、火腿、火鸡肉 两种套餐都要求有最低食人的订单 波士顿市场的一位发言人说 其节目,其节日菜单从2022年10月24日到2023年1月3日提供 时时乐 今年让时时乐来做晚饭吧 他的即日即时餐点包括代谢的新鲜烤火鸡、青豆、土豆泥、肉汁、分坛红薯和蔓越莓酱 找一个逆逆最近的地方,别忘了来一块蟹饼 好事多,让这家大型零售山的火鸡摆上你的餐桌吧 这款盒专的全食套餐 包括不含抗森树的火鸡胸肉、土豆泥、老式蟹料、豹子甘蓝砂锅等 当然还包括两个用作甜点的蟹饼 该餐可供8-10人食用 价格为269.99美元 乔市超市 感恩节有大餐,来自一家杂货店 我们来看看这道来自TraderJuice的火鸡和蟹料的做法 根据网站上的介绍 美味的火鸡里脊肉和甜玉米面包蟹 被手工揉进松软的环酥油顶里面 在酥皮顶部撒上普罗斯旺香草 增加了一种优雅的感觉 将其以一勺土豆泥或者是你最喜欢的绿色配菜一起食用 几乎是即时的感恩 既然我们在酥皮上 然后放下 然后放下 然后放下